养护蝴蝶兰有没有花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呢 其实这种情况的话 很多花友误认为可能是生病的 其实并不是 如果这个蝴蝶兰生病的话 叶片会出现腐烂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没有出现腐烂的 它只是属于干枯的状态 而且这边这一片也出现了这种问题 那么出现这种问题 其实就是太阳带大晒伤了 所以我们只要把它放到一密一点的地方来养护 就可以避免这种问题 那么出现这种问题之后 我们也不必要担心 也不需要给它用药 也不需要给它减掉 除非它出现腐烂 我们才可以给它减掉 才可以给它用药 那么为了避免抗晒伤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经常给它喷一喷这种HB101活力素 因为HB101活力素呢 不单可以提高叶片的抗性 还可以提高它的光合作用 这样的话 我们把它放到一密一点的地方来养 都不担心这个蝴蝶兰生长不旺盛 而且HB101活力素 它可以激活植物的一些生长细胞 尤其是对这种生长缓慢的蝴蝶兰 或者是兰花等等的各种花卉 只要我们拿来给它喷一喷 都可以提高它的生长活力 让它迅速生长 而且它的浓度比较高 我们只需要每次按照一比三千的比例兑水 给它喷洒叶片就可以了 或者是浇灌根部也会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因为浇灌根部之后 它可以抑制土壤中的有害菌生长 促进有益菌防止 这样的话根系也会自然提高抗性 减少烂根的概率 更重要的是这种HB101活力素 它不分季节 不分任何花卉 什么时候想给它用都可以 只要保证好 不要给它积水烂根 不要给它过量就可以了 好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